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雞腿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三國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這部影片主要是想來跟大家聊一下 首先挑戰雷霆趙雲的最終刷分陣容 與龍魂試煉第四天的平民版全三星通關搭配 接下來我們就播出直接開始吧 OK首先龍魂試煉的部分 我是使用畫面中這組隊伍搭配 然後神兵跟靈寵的話就選擇自己有的上場即可 然後潛能的部分前排我是盡量以防禦為主 後排則是全點攻擊 接著戰魂的話就是前排聯機加護 後排弱點突襲 這個樣子應該就可以很順利的全三星通關囉 再來就是要介紹的刷分陣容 我是參考日本的一位YouTuber卡圖的影片之後 稍微調整修改出來的搭配 至於作者原本的陣容 我會把影片網址放在置頂留言區 建議各位可以去訂閱一下 不得不說他真的很有料 首先試煉加成的部分 各位可以直接照抄就好 因為昨天就可以打到180萬了 所以多餘的點數並不需要點 再來挑戰難度係數是全攻的170 OK那隊伍搭配就是畫面中這個樣子 接下來神兵的部分是選擇扇子加星庭刀加龍鷹槍 然後順序我是使用按照技能順序釋放 接著靈寵則是比翼組戰 搭配白虎酸泥助戰 白虎算是比北靈寵 據酸泥的話替換成瓊騎成績也沒問題 接著潛能方面我一樣不囉嗦 直接打在畫面中方便各位照抄 重點呂布必須搭配貂蟬的羈絆 接著戰魂方面 只有遼暈火跟呂布選擇弱點突擊 其餘剩下的都是使用戰役撥發 最後換武的部分 炭然姬大橋都必須搭配三開效果 否則傷害會上不去 那我自己測試下來這陣容非常容易打出100多萬的成績 而且要上到160萬也不會太難 所以要打出170萬以上 甚至180萬就需要相當程度的運氣 最後希望這次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是雞腿我們下次見